你會不會痛嗎? 你會不會痛嗎? 嚇的感覺就是 不太會痛 然後就是昨天開包到現在 其實復原的蠻快 你看我現在就是可以救了這樣 然後還有它的那個 其實它的洞就是比較小 傷口比較小 然後也不太會就是 會有手術後一些不舒服的 像什麼噁心或吐 因為它的那個剖刀的時間比較快 然後麻糬恢復也都很快 然後如果說對比較複雜的肌瘤 它的效果會比腹腔進的手術還來得好 就是它會清得比較乾淨 然後相對的時間出血量少 復原的會比較快 所以我就考慮接受那個達文西手術感 其實現在我的我們這邊病呢 其實來自於不管海內外其實都有 剛剛這位陳小姐是來自於澎湖 你看像它只要恢復好排氣 我們隔天就可以昨天開刀 可能禮拜三就可以出院就可以坐飛機了 那像我上上禮拜 也有從加拿大來的病人 其實他也是開完到兩個禮拜 就可以坐飛機回去了 如果一般的手術 我們常常可能要綁個束複帶 而且要能夠坐飛機 也絕對是大概兩到三個禮拜以上 才可以開始坐飛機 我們當然在做微創手術 主要傷口就是三到四個一公分以下的小洞 所以其實本上比較不會受到一些倡壓氣壓的影響 所以它更早可以坐飛機 我甚至之前有一個大陸來的病人 他甚至是坐飛機來看診 回復之後馬上一週內馬上就坐飛機回去了 那所以基本上這樣的小傷口 對於它來做長途的旅行來說也是比較合適的 我真的不會結束這個死去看 大家快要坐飛機了 我們就會先坐飛機 來聊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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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